亲爱的小朋友们,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,丑小鸭。 一只鸭妈妈正在孵蛋,这些宝宝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? 正说着,壳裂开了,小鸭们纷纷跳出来,但是那个看上去最大的蛋出外。 小鸭们纷纷跑进母鸭的怀里,这时,最后一颗蛋,也有了动静。 真奇怪,从蛋壳里走出了一只长相怪异又大又丑的鸭子。 丑小鸭游泳的姿势也很特别,她被取笑道,你们瞧,她游泳的样子好可笑。 回家的路上对面走来讹婶婶。 鸭妈妈,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吗? 真可爱。可她也是吗? 说着用嘴巴狠狠地啄了丑小鸭,鸭妈妈走上前,当然,她也是从我的怀里出来的。 到了建农场其他动物的日子,这孩子怎么这么丑? 千万不要和我的孩子玩,不跟你玩,不跟你玩,你长得真奇怪。 大家都不愿意和我玩,我该去哪儿呢? 丑小鸭悲伤地离开了农场。 夜幕降临,丑小鸭心惊胆战地走进了芦苇丛里。 清晨,两只大雁飞了过来,他们发现了丑小鸭。 是你自己吗?和我们一起去冒险吧。 好的,一起走。 两只大雁向天空飞去,突然,养声枪响,两只大雁掉进芦苇丛里。 不一会儿,跑来一只猎狗,叼起大雁,消失在芦苇丛里。 丑小鸭拼命地跑向了一家农家小院,屋里住着一个老婆婆, 怀里抱着一只猫,就在老婆婆离开的时候,猫露出了尖尖的牙齿,你长得太丑了,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。 丑小鸭吓得,把腿就跑。 丑小鸭来到一片湖水旁,晚霞中,一群美丽的大鸟挥动着翅膀在天空飞行,那是天鹅。 丑小鸭羡慑极了,真美!我也想像它们一样飞翔。 寒冷的冬天到了,丑小鸭昏倒在又冷又寒的冰块上。 幸亏一位农夫救了它,你想和我一起生活吗? 不,别人会讨厌我的,丑小鸭离开了,自己在芦苇丛里做了一个小窝。 温暖的春天到了,丑小鸭走出芦苇丛。 哎,在严寒的冬天,能活下来,无论怎么说,我都是幸运的了,今天,我得玩个够。 丑小鸭自由地游着,这时,三只天鹅游了过来,要是能靠近这些高贵的鸟,我宁愿被它们啄死。 丑小鸭向美丽的天鹅游去,请你们弄死我吧。 三只天鹅却笑着说,欢迎你,新天鹅,你长得比我们还好看。 丑小鸭看着水中的倒影,原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。 丑小鸭开心地和其他的天鹅一起飞向了天空。 她说,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,我做梦都没有想到,我会有这么多的幸福。 小朋友们,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,那就请你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吧。 小朋友们,我们下次见。